经济药犯秦祥玉在多年以前涉嫌违法吸金,不法获利超过了130亿。 被判刑11年定验之后,弃保潜逃海外。 结果在前年,要入境泰国的时候,因为持有假护照被逮捕,入监服刑。 不过现在因为泰王生日大赦,提前出狱。 昨天被送回台湾归案,发监举行。 秦祥玉走出机场大厅穿上隔离衣户目镜配合工作人员检疫。 他是前鼎立国际集团总裁,涉嫌违法吸金超过131。 被最高法院判刑11年定验后,就弃保剪刀出境。 前年从柬埔寨入境泰国时,因此假护照被逮,17号被解送回台。 我跟泰国的执法机关合作,因此能够确实的掌握了他这个秦祥玉在泰国的行踪。 所以这次能够非常地顺利地,能够把他遣返回台。 秦祥玉从2007年开始,就假借互助会名义来吸金。 2011年推出储蓄专案,号称投资50万就能月领1万多的分红。 但投资人实际投钱进去,公司就跳票。 他跟涉嫌把这些资金拿来投资国片杀手欧阳盆栽与艺人吴宗献经营的公司。 另外他也涉嫌提供资金借给艺人绍兴等人炒作溯天科技公司的股票。 而秦祥玉因吸金案遭到法律制裁,却逃亡到泰国, 因为持变造护照被判刑入狱,之后获得大赦而提前出狱。 秦祥玉从泰国苏凡那部机场搭击被遣送回台后, 在桃园国际机场落地先进行新冠病毒裁减, 再接受检方视讯讯问, 接着直接发肩押网看守所的隔离监狱。 记者陈冠旬,谢正宁,张淑云综合报道。